8月21日台湾的男艺人许光瀚入伍 当时入台湾的国军了 这个消息冲上中国微博热搜第三名 大量粉丝表达惋惜之情 引发爱国博主和网友们的不满 认为许光瀚加入的是台军 将来要和大陆对抗 应该对其进行抵制 要抵制许光瀚 我看了一下台湾人对于这个事情的讨论 听说人家台湾男艺人许光瀚 人家也不靠中国市场 听说人家现在在韩国发展的不错 就总归人家靠韩国呀 靠台湾市场啊 靠中国以外的市场 好像挺不错的 那这个抵制有效果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爱国粉红博主 在呼吁要抵制许光瀚 这个爱国账号吧 就说许光瀚参加的是台军 台军在民进党的带领之下 就说其实首先我就觉得基本的概念 他们都是错的 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 它不是党的军队 所以说台军在民进党的带领之下 这个是首先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属于典型的以独裁国家 想民主国家啊 就是中国的军队是共产党的党军 他就以为台湾的军队是民进党的党军 其实不是台湾的军队 只忠于国家 只忠于国家 但是呢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概念啊 他们就说啊 你这就是分裂势力了 从上到下的宣传口号 都是反大陆反中国 这个也不属实啊 也不属于事实啊 至少就我所知 在目前的台湾的军队里面 其实对于抗中认识啊 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啊 好吧 其实都还不是令人满意的 说都入伍了 就说明随时要和大陆对抗 其实这句话也蛮好笑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 这个只要入台湾的军队 就是要跟中国对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中国随时打台湾呗 啊对吧 那但是人家入伍啊 参军啊当兵啊 你不去打人家啊 人家怎么会跟你对抗呢 对吧 所以说还是他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随时中国要武力入侵啊 啊对吧 然后粉丝说他这次是义务兵 那但是2000年之后 有的是找借口不去当这个兵的 现在线上的活跃的台湾明星 很多很多都没有当过台军 这个我觉得就说 当然我对台湾的情况 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但至少据我所知 就是所谓的 嗯说找借口不去当兵的 应该都是一些偏蓝营权贵的子弟吧 嗯 比如说我知道的很有名的 就是蒋万安没有去当过兵 普通台湾人想要躲避这个兵役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说台军这段时间频繁和美国进行演练 啊对这个倒是真的啊 就是台湾军队的确在跟美军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一些互动 那那当然啊 这个媒体报的时候会说是巧遇啊 巧遇啊 那然后呢就在骂啊 就是骂这些这个许光瀚的粉丝吧 有些许光瀚的粉丝 管许光瀚叫老公 他们也看不惯 我觉得这些爱国粉红 一方面是爱国 另一方面可能这个男性尊严有点受辱吧 觉得中国女人管台湾男艺人叫老公 啊就是不是我说一句实在话 好就是说中国的男艺人啊 这个样貌啊或者是身材啊上面 或者是气质上面 那那总体而言啊 总体平均而言相比于啊 中国以外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差距 中国的男性呢就努努力 对吧你该健身的健身啊 该提升演技的提升演技 对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去贬低这些 追海外的明星的这些中国小女孩呢 人家爱叫老公怎么了 他真的是讨厌 很奇怪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爱国粉红 男性尊严受辱了吧 就是看不惯中国小女孩啊 追星啊 管台湾男艺人叫老公 然后有人说许光瀚入伍 如果这段时间武统 他不是要拿武器对着我们吗 你看这话说的很明白啊 就是说中国可以武统台湾啊 但是台湾的军队不能抵抗啊 说台湾的军队拿武器抵抗啊 这都是毒子啊 说一群分不清东南西北的 能不能不要遗憾了 台湾99%都是毒子啊 对 然后还是中国老百姓实在啊 说台湾99%都是台独 嗯对啊 不像中国国台办啊 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说是极少数台独 这是关于他们抵制许光瀚的啊 这个事情 嗯 有人说习近平的女儿 留学在美国哈佛啊 什么的 有台湾朋友也是说 台湾男人当兵是义务嘛 啊 说这样也要抵制 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啊 也有人说许光瀚入伍当兵 当的是替代艺 就是很轻松的那种 嗯 那就应该说就是 他可能不是扛枪的那种 就这种他也要抵制 嗯啊有中国推友说 这就对了台湾就是中国之敌 要坚决抵制 要把台湾艺人全部赶回去啊 如果同意放弃台湾籍 加入大陆居民队伍 那就欢迎过来受虐 嗯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就是两边都化开啊 对吧 就是你要不然就占台湾啊 要不然就入中国国籍 嗯 别两边通吃 就大家现在对于两边通吃了都还蛮不爽的 嗯 就都是类似于说觉得说 你要不然你就入中国国籍啊 对吧 啊 你舔中不入中国国籍 就不是真爱中国 是吧 嗯 那你从这个事情上 你也能看到说 就像我说的啊 就是 就是大家现在对于 嗯 就是两边通吃的吧 嗯 就是没有什么容忍度了 嗯 就是哪怕是一个台湾男艺人 按照正常法律规定 入伍 嗯 都能让小粉红怒火中烧 啊 对吧 都能让小粉红啊 气成这样 嗯 就是说 你要不然就是 跪舔中国 嗯 你要不然就站稳台湾 嗯 两边通吃这个几率 实在是没有了 嗯